这是一场让世人领教什么叫巅峰穿插的一战 解放军一个团竟然躲过了越军的侦查 老苏的间谍卫星级无孔不入的间谍网 经过四天五夜的艰苦跋涉后 奇迹般的出现在越南王牌316位式的后方 将其唯一的逃生通道截断 给越军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关门大狼 在越军多次反扑无果后 直至被主力部队打残 那么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战斗 到底有多艰难呢 战士们又是怎样通过长达一公里 几百个火力点防守的 号称越北第一天险的新寨北侧压口呢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 五十军149师的447团 一起去重走这段不平凡的路吧 制作视频不容易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最大动力 请长按点赞并关注支持下 我在这里先谢谢各位朋友了 前面我们讲到 149师为了歼灭巴沙地区的月三 一六位市 制定了一个砍头 斩腰 结尾的战术 主力部队突破四号桥后 一举打开了进攻沙巴的道路 与此同时 负责结尾的447团 带着三天的干粮与弹药 开进了茫茫的大山之中 他们的目标是守住新寨的黄莲山压口 一支几千人的部队 头顶烈日 在丛林的崎岖小道上星夜兼程 经过了四天五夜的艰苦跋涉 终于见到了久违的黄莲山 然而要成功登上这个山头 还得经过一道压口 那就是有名的新寨北侧山压口 它位于沙巴县城西北五公里左右 是通往新寨的必经之路 整个压口长约一公里 左右两侧数十个小山头 架着唯一一条人形小道 一个典型的防守天险 而阅三腰六维师更是深知解放军的作战特点 善于穿插作战 不得不说 这个师还真学到了解放军的精髓 为此他们在这里投入了三个营的重兵 并在周围大大小小的山头上 布置了四百多个火力点 在火力上更是神一样的配置 前面的火力点 配以AK-47加火箭筒 构成一道进火力 终成在以火力强劲的德什卡 高射击枪及60迫击炮做支撑 远程在配以大口径的迫击炮 榴弹炮作为火力压制 三种火力形成了一个多层次 多角度的交叉火力网 以铜墙铁壁来形容 一点都不为过 在配以一手南攻的地势 成为了越军眼中一道不可逾越的天险 据传 当年法军进攻到此地 连续攻击了近两个月 都未能得手 只能黯然退走 此时的447团经过四天午夜的行军后 只准备三天的干粮 早已吃完 一只鸡肠碌碌的疲惫之师 再没有后方炮火的压制下 要穿过这个山压口 简直是难以上青天 面对这种情况 全团并没放弃 从首长到战士都下定了决战的信心 哪怕战志一兵一组 也要完成阻敌的任务 于是 全团以迎击为单位 组成三个战斗梯队 将全团的100毫米与82毫米迫击炮集中分配 组成多个轻便炮群 进行火力压制 步兵以梯队的形式向山头发起进攻 1979年3月1日 羽雾朦胧到处弥漫着一股 阴森森的肃杀之气 447团以三营为前卫 向山压口发起进攻 但初来驾到 加上羽雾笼罩 经过近8小时的激烈战斗 推进不到500米 虽然拿下两侧的几个小高地 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反而固守山头的越军越打越嚣张 竟然还时不时地组织其反冲锋将战士们打得措手不及 此时团长王庆彩才得知 山头上的守军远远不止之前预计了一个加强连 于是让三营停止进攻 固守阵地 重新部署进攻方案 一支干两几乎消耗殆尽 但要所剩也不多的队伍 能突破越军这个固若金汤的防线了 赫赫有名的红二连 又打出了怎样的军威呢 请看下集 沙巴战一六 尖刀英雄连 沙巴战一六